有民众在基隆发现一辆双载机车后座的乘客 竟然头戴着一个橘色的大水桶 整个头部都被盖住了 让路过的民众都看傻眼 直呼这是安全桶吧 有人很好奇哦 说那在这个桶子底下 他到底有没有戴安全帽呢 你没看错 前方这辆机车后座乘客头上戴的不是安全帽 而是橘色大水桶 令人傻眼的奇景出现在16号上午10点多 双载的机车骑士经过基隆市信一路和义四路口 被民众目击后方的乘客头上竟然戴着一个橘色大水桶 把画面拍下来po上网引发网友热议 有网友好奇问那他到底有没有戴安全帽 还有人搞笑回应这是戴安全桶吧 也有人推测应该是水桶没地方放只好先戴上 只是这样的行为恐怕已经触发 机车负载之物高度不得超过驾驶肩步 宽度不得超过手把外援十公分 如违反此规定 警方将依大会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 除以新台币300以上600以下 无论是否因为骑车在这个大水桶无处可放 才往头上套 警方表示这样的危险行为可能已经违反倒交法 最高可处600元罚还 民众切勿因为一时方便或好玩 做出这危险举动 因为花钱是小生命安全才重要 记者蔡志恒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